宁妙威这一次操办端午节的事情 给她敲了一记警钟 她必须尽快好起来 这样才有力气跟宁妙威斗啊 柳儿心里也是担心赵半妍的病 小姐 我们的人一直都在为小姐找药人 小姐现在一定要平心静气 别跟宁妙威置气 赵半妍轻点了一下头 我心里有瘦 你去忙吧 柳儿离开后 赵半妍搅着被子 宁妙威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跟我抢男人 靠我怎么弄死你 宁妙威完全不知道 因为玉锦绣让她准备端午节的事情 竟就让赵半妍对她动了杀机 她这会儿刚拿到金钟巧匠做的器具 眉头微微皱着 因为这些东西做的和她的预期 还是有些差别 就好比那针头 那么粗的一根 用那玩意儿给长公主扎针 她都怀疑针还没扎下去 长公主就先把她给拍死了 还有那一套提取青霉素的工具 也实在是太过粗糙 根本就不能用 双儿 城中就没有更好的工匠吗 王妃找的这位 已经是京中最好的工匠了 不过 她说到这里欲言又止 宁妙威有些好奇 不过什么 不过据说 长驸马的手极为灵巧 极善做各种精致的小玩意儿 宁妙威有些意外 双儿又道 长驸马原本是有大才之人 是当年名动天下的太花狼 她被长公主抢进公主府以后 因不能入室为官 就把精力都花在 这些精巧的玩意儿上 宁妙威虽然没见过 那位精彩绝艳的驸马爷 但是她想起长公主那天的话 只怕长公主那一身的脏病 和驸马脱不了干系 那位都这样设计害长公主了 又怎么可能会配合她 制作那些精巧的玩意儿 来给长公主治病呢 长公主的驾驶 她不予评价 但是这位驸马 明显也不是省油的灯 唉 算了 你一会儿再跟我出府 我好好跟工匠说说这事儿 反正还有时间 双儿看着她手里的那些东西 忍不住问道 这些东西做好了 真的就能救长公主吗 当然不行 这些只是提取药物的工具而已 本身不能治病 她见双儿一脸发懵的样子 又觉得有些豪肖 伸手捏了一下双儿的脸 行了 别想想了 反正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双儿点头 收拾一下就跟宁妙威出了门 这是宁妙威第二次跟双儿出门 她对于锦修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意见 但是却也发现 她是个言而有信的人 上次她答应给她自由出府的权利后 就交代了下去 再没有人拦着她不让她出府 宁妙威出府后 先和双儿去找那位工匠 仔细跟她说了一下她的要求 以及那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最后 她拿出一千两银票拍在桌上 只要你能做出我想要的东西 这张银票就是你的 那位工匠原本想说 她要的那些东西太过精巧 实在是不好治 可是她一看到那张银票 两眼发光 那我再改进 宁妙威夸了她几句 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诗星和聊起帘子走了进来 她一进来 原本有些粗鄙的工作间 立即就变得格外宽敞明亮起来 宁妙威的眼里顿时就开始发光 国师怎么来了 Zither Harp Zither Harp